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自民党在来临的这一个选举的战绩如何 他们绝不会再跟巫统合作 而且他们是会以自家的党旗上阵35个或以上的议席 如果自民党真的以那个火炬就是该党的标志 上阵的话那么沙巴州选将会是非常精彩 也十分的可爱 因为许多政党不管是大党或者是小党 都表示要上阵30 40的席位 那么接下来肯定是大混战的 那么除了小党比如说自民党 因为自民党在上届大选的时候 才竞选一国四州 但是全军覆没 如今要上阵35席或以上 那么大党的沙巴团结党 也说要竞选30个州一席 汉瑞该党传统的选区 而团结党也会跟土团党以及国盟来合作 那么自己土团党方面 他说他会竞选45个州一席 那么至于国阵就是现在的巫统和马华 已经说了会上阵所有73个州一席 比如说或者我们假定国阵真的上阵 所有73个一席的话 那么国盟 Brikata National 还有国民共识 Mofakat National 这两个阵线他们要打多少个一席呢 从509之前 沙巴国阵它拥有四个本土政党 就是沙巴团结党 明统UPCO 还有人民团结党PBRS 那么如今这些党都退出了国阵 剩下传统的西马政党 就是巫统和马华 以及最后重新回到国阵的人民团结党 那么沙巴周选还没有开打 就十分精彩 这就是沙巴政治 无限的可能比西马还要好玩 当然也更加难以捉摸 这场周选预料将有更多的一席 爆发多角战 陈树平就说 自民党已经一决放眼上阵 至少一半的沙巴周期 也就是35到40席之间 他说一席其实现在已经被分配到7788了 但是暂时不能透露 必须要在提名日当天才揭晓的 自民党其实在2018年的大选之后 就脱离国阵成为了独立政党 即使说如今改为国盟执政中央的话 他们也表示说不会选择回头 他说就算周选有赢到席位的话 他们也绝对不会再跟巫统合作 至于说如何选择盟友 或者是这一个合作的对象 他就认为说这些都可以在选后再决定 但是自民党目前是表示说 非常坚定的拒绝再跟巫统合作 总之不要巫统就对了了 那么目前沙巴的选情非常的复杂 可能有六七八个政党一起出来打 而每个周一席可能出现多角战 那么一切都要等打了之后才来谈 那么开打之前什么都不用谈 因为各政党在竞选 在通过这场选举中来见真仗 有本事的话就赢得这些议席 这将是一场非常乱的一场周选 那么除了政党多之外 预料也会有许多的独立人士出来碰碰运气 选票很容易被分散 所以选情也很难预测 陈树平就证实说该党的前主席兼前首长张家杰 将会在这一个周选当中亲自领军自民党 为当地的选民提供第三势力的这一个选择 他说两个人将会批阵袍上阵周选 除了自民党竞选一些传统的华人一起之外 他们也会专注卡达山族为主的沙巴西海岸的选区 像是一些地区比如说根地窑、宝佛、古达等等的地区 那么我这里就来聊一聊张家杰这一号人物 他是在1963年至今57年当中 沙巴15任首席部长当中三位华裔首长之一 他的任期是两年是从2001到2003 他是在首长轮任制度之下担任首长的华裔领袖 那么从90年代中当马哈迪提出创新的 沙巴首席部长轮任制就由州内的三大不同群体轮流来担任两年 就是穆斯林土著、非穆斯林土著、还有华裔 那么张家杰就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出任首席部长 还有另外一名首席华裔的首席部长 就是沙巴进步党的杨德利 96年到98年 而另外一名更早的华裔首席部长 是60年代中期的罗斯仁 1965年到67年 他是沙巴第二任的首席部长 那么如今张家杰他身为自民党的永久名义主席 他已经决定要重处江湖 亲自领导自民党迎战沙巴周旋 为自民党寻求突破 而这个自民党是在30年前成立 其实他当时是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华人政党最高理事会当中 就全都是华裔 该党在509大选的时候 之后就退出了国阵 那么在过去两年以来 尝试以独立以及中立的姿态 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不过成绩都欠佳 如今该党邀请前首长来出山 能否让选民有另外一个选择呢 值得我们关注 张家杰呢 今年是72岁了 他曾经呢 就是担任单容家部区的周议员 也曾经担任副首长兼旅游文化级环境部长 他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呢 在沙巴首长的轮任聚下呢 是出任沙巴首长的 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 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一个州选举了 那1990年他接掌呢 自民党出任主席的席位 一直到2006年的时候卸任 当时候呢 就把这个棒子交给了刘伟强 那刘伟强呢 在国阵期间呢 也曾经担任贸工部的副部长 还有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也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呢 赢得山打根的国会议席 2013年的时候呢 他因为党中呢 就退出了自民党 2018年大选之前呢 他是加入到沙菲裔的民信党 并成为呢 该党的大会主席 然后呢 在大选当中呢 就赢得三角石的国会议员 好 那么自民党能否在大选中 有大作为呢 这是沙巴人非常关注的议题 毕竟该党的规模不大 也缺乏亮眼的全州的领袖 所以才邀请头顶的前首长 以及前部长光圈的张家杰 再战江湖担任领导的角色 那么这里呢 有个小道消息啊 就是自民党呢 获得某个来自西马 政党的支持 而这个政党的领导人呢 据了解 已经跟自民党的领袖 揭揭了 如果这两个党联手 不管是台面上的合作 还是幕后的资源 日后的发展 也会非常的精彩 那么三打根呢 是该党的根基 可能三打根 他们自民党 会从三打根重新出发 然后再打着第三股势力 把过去的这些领袖 重新集合在一起 然后来让沙巴选民 有个更好的选择 下段回来 我们就换个焦点 关注一下全国的政治局势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今年三月 今年三月上台的国务政府 在过半年以来 只是以微差的两席 极小的优势 来维持目前的政权 就一直让人 有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接下来的这一段 我们聊一聊这一块 我是佩玲 我是之风 行动党的组织秘书 陆兆福 就因此建议首相 慕尤丁说 与所有掌管国习的政党会谈 设法稳定国内的政局 他就表示说 这将有助于增强企业 还有投资者的信心 同时也可以让政府 专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最重要的恢复国家的经济 我终于听到一些 相对理性没有太多 政治恶斗 口莫横飞的政治口水战 这种言论应该受到 朝野双方的重视 以及认真的思考 因为它关乎全民利益 而非政党之间的个人得势 那么我知道说 西蒙对二月委发生的 洗来灯政变 导致他们丢失政权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不放心 也放不下来 也很难过 也很生气 这不难理解 因为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就这样在一夜之间 没有了被叛徒夺走 那么夺权背后的原因 非常的复杂 绝非三言两语可以交代清楚 但是西蒙认为说 就是你们这些叛徒 比如说穆尤丁阿 阿斯敏阿 朱莱达等等 你们与巫统跟伊党串谋勾结 夺走人民在509大选时 所给予西蒙的委托 不过国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们有另外一套的论述 他们就说 就是因为你们西蒙的首相 马哈迪先辞职 他默许马来人搞大团结的议程 只不过最终的发展 出乎他老人家预料之外 结果自己丢失了这个政权 那么整个过程是充满着政治计算 还有阴谋的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再争辩下去 谁是谁非的话 也只是学术性的研究而已 其实目前的政局不稳定 依然没有办法解决 谁能够解决的话 这才是人民希望看到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看看陆兆福说了什么 他说假如穆尤丁愿意跟反对党会面 就可以避免在疫情期间 花费高达12亿令吉 举行闪电大选 他说如果穆尤丁有这一个红量 那他应该至少召集所有的 政治领袖开会坐下来讨论 他说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 在之间找到一个模式 一个共识 让我们是可以暂时撇开政治 专注于我们所面对的疫情 好好治理国家 陆兆福的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十分同意 那么朝野应该站在更高的一个点 来看待国家的课题 而不是一直聚焦在政权 不管是维持政权 还是重夺政权 那么这种三月政变至今之后的反政变 不曾停歇的挖角跟反挖角 民众其实已经累了 厌倦这种政治斗争 因为还有更多的民生经济课题 等待着政治领袖去处理 不要整天老是忙着权力斗争 脑袋里就只有布特拉加亚的权力 没有或者是忘记了 加兰拉亚上的平民百姓 严格来说 这些只想着权力 不惜一切代价要巩固 或者重夺权力的政治人物 充其量他们只是目光前短的政客 而不是政治家 那么政客跟政治家的分别在于 政客只看下一场的选举 而政治家是看下一代 那么试问 我们的政治人物当中 有多少是看下一代的呢 如果你在视频上看到这一段的视频的话 希望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陆丈夫呢 其实是在过去星期天的一项的论坛直播当中呢 是提出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建议 不过呢 他也强调说啊 这一番话呢 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 不是代表行动党的 他也提出说呢 昨天在国会寻求二度通过的重组预算案 可能会出现几个可能性 包括了反案无法通过 而慕尤丁呢 最终被迫下台 到时候呢 占多数的一方呢 如果没有办法推举新的首相人选的话 闪电大选也就无法避免了 不过呢 那国盟政府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就以仅仅五票之差 通过了这项法案 那经过了记名投票之后 国盟是获得了111票的支持 106票的反对 那是由五名的国会议员缺席 如果慕尤丁跟西蒙真的会面的话呢 其实他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损失 反而有利于他提高他自己的形象 民众会改变对他的看法 那么在过去半年 慕尤丁一直在政治课题上 保持一个低调的态度 不碰政治课题而专注处理 疫情和经济相关的民生议题 因为他知道 目前的政治是很难搞的一个烫手善鱼 所以他就交给别人 由他可以信任的人来处理 比如说土团党的总秘书间 内政部长 Hamza Zainuddin 他就是慕尤丁的操盘手了 那么至于慕尤丁本身呢 则在幕后 扮演制定大方向的统帅结设 那么可能你会问说 慕尤丁与西蒙会面的话 那么国盟啊 国政啊 国民共识 到底他们会如何看待 难道会催生大联盟政府吗 这我倒觉得说 不会因为国盟跟西蒙的恩怨情仇 这笔糊涂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算清楚 但是慕尤丁可以向西蒙释放善意 停止那些小动作 比如说过去策划四个州的政权变天 现在连沙巴都不放过 不过沙巴失败了 那么据说国盟内也有人 正在搞槟城雪兰 跟深美兰的政权打他们的主意 那么朝野应该把重点时间 放在全国经济民生课题上 暂时抛开政治的陈建 一切以国家利益出发 而不是很龟毛的龟毛 这种吹毛求止 过度注重细节 过于讲究一些不需要放大的一个课题 那么希望我们的政治能够回归理性 朝野政党应该要专业问证 让政府有效的运作 不要因为政治斗争而停摆 你怎么说呢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 下一段回来 我们继续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刚刚过去的周末 网络世界就开始流传这一份法定声明 其中签署文件的男子就指控说 遭到一名重量级的在野政治领袖基监 非常具忠意的今日马来西亚 Malaysia Today的网站 康在了这一份法定声明之后 这一名男子听说就在前天16号的时候 就向警方报案 并说有人试图操弄这一件事情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 马上的两个直接的反应 而第一个反应就是 啊 怎么又来一单基监案呢 为何没完没了的呢 我们的政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个反应 那么第二个反应的是 哦 被指责的在野党领袖是谁呢 而指控他的人又是谁呢 那么接下来的新闻发展和重点呢 相信将会围绕在两个重点上 第一个就是啊 第二个就是哦 那么这两件事情 完全能够满足到民众的好奇心 甚至是偷窥欲 因为事件的本身就提供大量的谈话资本 我们简称的画质 如果说人话属于称的话呢 就是八卦的材料 那么关于这一名男子的指控呢 以及他的报案说法 至今天上午为止呢 依然没有获得证实 不过呢 布基阿曼全国刑事调查局的副总监 那米尔他就说呢 他们呢 确实是接到了相关的报道 并且展开了调查 那他们的调查呢 会涵盖所有的面向 那涉案的男子呢 在这一份日期 6月29号的法定声明当中呢 是非常详细的描述了 所谓的案发过程 就指控涉案的高层的政治人物呢 是在2013年的时候 在雪兰儿吉隆坡 柔佛和槟城的 不同酒店的四次机间他 他也说呢 对方事后每一次都会给他300令吉 那么这名男子 他也指控说 在涉案政治人物的要求之下 他也介绍了自己的另外一名朋友 给对方 而这名朋友据说也被击见了 同时也拿到300令吉 那么当今大马就联络上 这一名习立下法定声明的宣誓官 而对方也确认 法定声明是真的 而且是在他见证之下 所定立下来的 那么宣誓官随后就通过 手机的这个短讯呢 就回应说 是的 这份法定声明 确实是这一名人士 所签订下来的 媒体呢随后也联络了这一名 历史的男子 他就证实说 确实没错 他自己本身呢 是向警方报了案 但是呢 却不愿多说 他说呢 他是极度郁闷的 那他说警方已经调查了 这个案件 就让警方工作吧 那目前呢 有媒体呢 就联络了涉案的政治人物呢 目前在寻求对方的回应 那么关于基建的内情呢 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 而且宣誓书上也有 他这一方面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要聊一聊的呢 就是政治的文化 那么其实用基建方式来打击政治对手 在过去从1998年 从安华被割除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到现在整20年了 那么这一招还不断的使用 屡市不爽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招有效嘛 有效的话呢 就不问他到底符不符合道德了 那么其实如果马来西亚的政治 还是继续在这个肛门旁边回转的话呢 其实是很悲哀的 就是说从1998年到现在 22年呢 我们都没有进步 而且这一些政治人物 还在退步的过程当中 那么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 应该是留给当事人去处理 我们身为普罗大众 要看的呢 就是政治人物 他提出来的正刚是什么 他能不能够扮演好 政治人物的这个角色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